我非常地幸運 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認識了葉石濤先生 大概是1965或1966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政大新聞系讀書 可是我的時間都花在寫小說 說一位父親的朋友 就說那我跟你介紹一位老作家 於是他就帶了葉石濤先生到我們家來 我們聊得很開心 葉先生非常地溫和 有時候肌膚是靦腆 從此以後我也寫了這種東西 我就寄給他看 他會給我一些小小的建議 基本上是給我鼓勵 等到我1968年 我出了我的第一本小說集 我就請葉先生幫我看 他就幫我寫了一個序 哇那裡面我看的到今天看的那幅那個序 我都會發抖 因為這裡面是充滿了巨大的鼓勵 我都很不好意思 我把那本書獻給葉先生 因為這樣很親密的貼身的那樣的鼓勵 在我做一個文學青年在那個時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助力跟支持 我有時候也到左營 我有時候也到左營葉先生的家裡去探望他 那個時候葉先生又開始寫東西了 因為我們知道葉先生曾經因為政治的因素被關起來 然後就不能回到學校去當正式的教員 然後到處帶課 家裡非常非常的小 那師母要煮飯的時候就在門口那個地方在坐 大概就幾坪大的一個地方在一個巷子裡面 但是葉先生就在一個板子上坐在那裡寫 一個字一個字的寫 他甚至於覺得他也會把稿子給我看 他說他中文不夠好 可是我覺得他中文挺好的 而且有他的自己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哪裡能夠做什麼樣的建議 但是那個時候他說大家都不要把他看壞文章 那我那個時候年紀小 我就說那我們就把他拿去這裡跟拿去 我就把他寄給一些報紙的副刊 就開始燈了 他也很高興 然後就開始越寫越多 永遠在那個露像裡面的小房子 在一塊木板上寫 後來我出國了 大家的聯絡就不太多 偶爾到南部去的時候 我回去看他 大概到了九十年代 他們孩子也做事了 就有一個很小的一個兩層樓的睡泥房子 南台灣很熱很熱 到了他們的二樓 幾乎就家徒四壁 空的 然後有桌子了 他熱得不得了 熱得不得了 所以我就跟他說 要不要裝個冷氣啊 他說 沒有啦 可是我還是找了一個朋友 住在高雄的朋友 幫我幫葉仙人裝了一個冷氣機 他沒有跟我說他收到了冷氣機或什麼都沒有 然後公元兩千年的時候 他到台北來領行政院五花獎 就在頒獎典禮 之前他就說 啊 由你送我那個冷氣機 那電池是貴到要死的 我據說 我聽說他一輩子就是 只開了五次 想起葉先生的一生 我們常說 啊 據漏像而不敢棄置 那葉先生的生活的起伏 不管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他寫作 那為我們留下來 台灣文學的論述 還有很多的小說 今天我雖然是跳舞的人 可是我想 作為一個文學藝術的工作者 那是最大的啟發跟最大的鞭策 你要如何堅持你的初心 堅持你對創作的那個狂熱 葉先生其實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圓滾滾的 他的字也是圓滾滾的 講話的時候很多是自嘲的 沒有侵犯人的那樣的東西 但是他在批評一件事情 或者主張一種理念的時候 他是不退縮而且不放棄的 我非常幸運 在人生裡面 有葉先生這樣的長輩 是我永遠的 一個標杆 一個鞭策我的力量 非常懷念葉世濤先生 很深刻的 在我們的邊上 您在那邊 叫聲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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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